花莲除了七角川、阿美的巨龙、泰巴朗部落的大本营之外 光复乡马太安部落近十年来 也积极地促成马太安系部落的团结聚合 而在县议员蔡依静和部落阶层干部的支持推动下 30号以欢聚歌颂故乡情为主轴 邀集了凤林以及光复总共12个马太安系的部落族人齐聚玉堂 县长徐真伟也特别到场并且大力地肯定部落团结一心 让同中同系的传统文化可以开枝善业 面向我们右前方最高的山 那个是我们马太安部落首先第一次落脚的长足的岸 来自凤林光复两乡镇马太安系的部落头目 共同祭祀谢神 接着以马太安部落为基地 向外开直散业的部落族人 在县议员蔡依静以及部落阶层干部的支持推办下 今天欢喜马不弄 大家唱同样的歌跳一样的舞来悬根 凝聚部落认同 年日来高温不宇的天气今天终于降下甘霖 来自凤林镇丰新部落的族人 现场特别进行传统的祈渔祭 由部落祈老以沟里亚山中的兰花草占卜 接着再以竹片进行竹瞻 最后取得天神的同意降下甘霖 其余一世纪过程展现族人 敬天尊神的信仰文化 推动超过20年以上 马太安席部落族人今天终于能够欢聚马不弄 不仅族人包括地方机关首长 现议员以及立委政天才也都到场 相关的其劳及干部能够提出来 让我们的马太安系的相关的传统智慧 能够被认定 能够留在我们中华民国的 整个非常重要的文化里面 光不强八个部落再加上凤林镇的六个部落 总共有12个系出同盟的马太安系部落族人 能够齐聚一堂彼此认同部落与生活文化 特别赶到场的县长许正位也特别支持 肯定部落团结一心 多么的重要 因为未来这些故事 都可以让我们的娃娃知道 我们的故事 我们的智慧 有多么多么的伟大 再一次谢谢我们所有的族人 非常非常的感谢大家 我们是一家人 对不对 我们使用我们自己的文化 来来の来来的传下去 拜托大家 阿哥阿可巴万豪 加油 而身为最大幕后推手的先议员 蔡一静也以大会会长身份 向现场所有马太安系的部落 其老长辈与族人致谢 蔡一静说 这一步跨得艰辛但值得 未来也将持续来推动 马太安系部落的马不弄 马太安部落总头目 以及部落阶层干部 也借着这一次的巨手马不弄 再度重申在巴拉高生态补育法之外 马太安系部落独有的大理冠冒 男性五片群服饰及十四手风年祭祀歌谣 申请通过原住民传统智慧财产权 确保马太安系特有的传统服饰 部落风年祭歌谣文化 八扬传扬传承下去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